下一位陳志全議員 不如先回答這個 也要符合一個嚴格的環境標準 工程標準來做的 也都有其他雙配的 雙套雙應的設施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基本上這個設施 我們比較喜歡外國同類設施 都是相約的 都是據成本效益的 所以要看回每一個廠是不同的 這個真的很難比較 待會張宇人如果你有機會 告訴我們你出什麼 他出這些就貴你五倍這樣 另一個問題就是關於 收集廚餘和物流的機制和成本問題 剛才我聽到官員回答 沒有的 要他自己拿來的 成本是交廚餘的人負責的 如果是的話 你有什麼誘因令他們積極參與呢 會不會收不夠回來 開工不足 是 歐先生 主席 現時來說 現在的工商界和住宅不同 他們都是自己負責運送這些廢物 包括廚餘的 所以將來的做法都沒有什麼分別 只是說將來他們不需要去這個轉運站 或者對聯區就來我們的廚餘處理廠 有什麼有因呢 就是兩方面 一方面 我們在這幾年裡 都是提供很多技術上的指引協助 方便他們去運作 這也是方便的 所以方便重要的 第二件事就是在地點方面 他都是設計到這個網絡是方便他們 剛才我們副局也說到 我們未來需要五六個廚餘處理廠 這件事我們都找了三個地點 你看到這三個地點 都是分布在港九不同的區域 正正方便他們 方便他們說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即是說物流和收集 政府不用負擔任何成本 是嗎 他們負責 好像正如現時的運作一樣 那也都不會擔心說 來了不足就開工不足 我們不擔心 因為現時來說的數字很明顯地 我們工商界廚餘是800噸以上 而我們第一個廚餘處理廠只有200噸 那你就會配額這樣 即又不會太多一堆 你吃不完這樣 要不完 我們就看回那個區域 當然如果比較遠一點 遠離大魚山那些未必可以送到來 而在那個區域附近那些 都是我們收集對象 我估計過 都應該足夠可以提供到 給我們的廚餘可以處理到 也都方便到他們 謝謝 謝謝